我这个应该是一个乾隆时期的卢君佑咸文瓶 这是我一个好哥们 那天就是他请我去他们家喝酒 然后我就聊到这个瓶子 他就跟我说这属于是一个五款的官窑 然后他说他二十万瓶出我 然后我就把它收了 男子酒后在朋友家中花出二十万买下古董 第二天醒来后合同收据一应俱全 身旁还放着自己高价买下的古董 宿醉后悔恨万分 专家打趣地问道喝美了吧 这天一个男子抱着一个瓷瓶来到了健保舞台 看他满脸失落 对待古董漫不经心的样子 可以看出男子今天来这里抱着的希望并不大 来到这里的要么是对自己的东西非常有自信的 要么就是赌一把的 显然男子都不是 他强打精神和众人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他从其他省份专门赶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让专家帮自己看看 自己手中瓷瓶的真假 说起这个行业 小伙说自己可谓是完全一窍不通 至于究竟怎么买到的这个花瓶 还要从自己摊杯开始说起 自己没别的爱好 平日就喜欢和朋友喝喝酒 前段时间应邀来到朋友家中 对方和自己相识多年 是做古玩行当的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就喝多了 自己清醒以后发现银行卡竟然有20万的支出 一查发现是打给了朋友 自己很快就与对方核对相关信息 可他发现就在瓷瓶内放着两张纸 一个是合用 一个是收据 自己这才知道是被朋友设了套了 男子酒后花出20万买下朋友手中花瓶 清醒后悔恨不已 专家打趣地询问道 是不是喝美了 男子说 自己当时完全是不清醒的状态 自己和他喝了几杯酒以后 不知道怎么的 对方就将话题引到了自己的古玩店上 说起了今年经营的不容易 如何如何 自己常年在外 对当地情况并不了解 两个人边聊边喝 很快就喝多了 醒来以后 瓷瓶在家里放着 瓷瓶口有两张纸 一张是两个人的买卖合同 另一份就是对方的收据 自己看着打印出来的合同 他知道 朋友这是给他设了套 如果说是几万块钱的话 哪怕他吃亏 也就无所谓了 可他没想到 自己的朋友竟然能给自己下这么大的一个套 二十万 可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合同已经生效 买卖是双方都同意的 现在 自己只能哑巴吃黄莲 而之所以没有选择在当地找人帮自己看 主要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朋友 古玩圈子本来就小 到处都是他的人 自己不管找谁 也一定看不出来问题 这才选择不远千里来到健保节目 找专家帮自己看看 自己对这个宝贝一窍不通 只知道 他似乎是官窑烧制出来的 具体年代自己也记不太清了 希望专家能帮自己看看 他值不值二十万 那么这个宝贝 真的是官窑烧制的精品吗 经我鉴定 真品 男子宿罪花出二十万 买下朋友手中官窑瓷瓶 事后后悔不已的他来到健保节目 专家将给出怎样的鉴定结果呢 几乎所有人带来瓷器 都会说自己的宝贝是官窑出品的 事实上 官窑之物一般很难流传到普通人手中 官窑专供皇家和高级官员 普通人家根本接触不到 也用不起 因为存食数量稀少 现在价格水涨船高 男子今天带来的宝贝 跟官窑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是形态 还是上面的细节 一看就是民窑烧制的 然而民窑的东西就不值钱了吗 并不是 这个瓷瓶的颜色实在是特殊 这是瓷器在低温状态下持续烧制 才显现出来的颜色 看得出来 制作此瓷瓶的时候 工人的手法非常精湛 否则在那个年代 用柴火烧制瓷器的年代 很难将温度控制得如此精妙 单凭这个特殊颜色 它的价格就不会太低 经过几个专家商议 最终给出了小火一个 20万到30万的价格区间 也就是说 小火买来的这个瓶子并不亏 还能小赚一些 本来小火讲出这个故事后 大家都认为它是被做了局 现在看来 对方也并不是这个目的 那么大家认为 小火这个瓶子是否价值20万呢 朋友这么做的目的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 将同等价格的瓶子 置换给他 实在是让人不解得很